北戴河会议后,中共官场三人试图引关注 总统携巨款逃跑路线曝光,阿富汗政府高层谴责 川普表示,阿富汗局势让中共不再尊重美国,台湾恐发声不测 世卫证实这款疫苗出现假货,对全球构成威胁 中共北戴河休假禁止刚结束,便迎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官方此前披露,会议内容包括有关任免案 外界认为,习近平嫡系的之相新军中有三人值得关注 据香港明报8月18日报道,在被视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嫡系的之江新军中 有三名后起之秀,名字中间都有一个字,一字 这三人分别是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 司法部长唐一军和陕西省长赵一德 三人年龄相仿,陈一新生于1959年,唐一军和赵一德都是60后 这三人都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都是基层起家,都有秘书或文胆的经历 而且近年职务都频繁调动,火速上升 明报的分析认为,陈一新无论寻地方诸侯途径入局或接长政法委或公安部 都会被认为会继续升职 唐一军被视为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热门人选 赵一德可能成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陈一新于1992年末从丽水地委办公厅调到浙江省委办公厅 就任调研写作处副处长,成为省官员的笔杆子 习近平到浙江后,陈一新一直担任省委副秘书长 长期在习近平身边工作 2015年11月,他从温州市委书记任上傅兆进入北京 出任中共中央深改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一年后,空降湖北出任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 在一年半后重返北京,出任中共政法委秘书长 唐一军今年60岁,及灌山东,在浙江长大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唐一军担任省纪委秘书长 后来调任宁波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 唐一军2016年2月改任宁波市政协主席 两个月后,重任市委副书记,当上代理市长 同年8月,接任市委书记 这相当于唐一军在三个月内从二线重返一线 而且一度即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代市长 市政协主席于一身 2017年10月,唐一军升任辽宁省省长 两年半后又进入北京,接任中共司法部长 赵义德今年56岁,曾与习近平主政浙江时 担任中共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离开浙江前将他下放到温州任市委副书记 先任中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主政浙江时赵义德担任省委秘书长 是夏宝龙的大管家 之后又出任省会杭州书记 2018年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 两年后出任陕西省长 阿富汗总统贾尼8月15日在首都陷落前夕 仓狂的带着大量的现金搭机出逃 先后传出他逃往塔吉克斯坦和阿联酋 阿联酋外交部8月18日发布声明 确认贾尼目前在阿联酋 阿富汗政府高层对贾尼的淘宝行为纷纷谴责 在美军级国际部队基本上完成撤离阿富汗计划之际 塔利班近期闪电般地夺取了阿富汗大片地区及一些主要城市 并在15日进入首都喀布尔 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最初报道 贾尼总统及其核心团队15日逃离喀布尔前往塔吉克斯坦 17日又有消显示爆料 贾尼在出逃后前往中东国家阿曼 消显示称贾尼一度飞往阿富汗的北方邻国塔吉克斯坦 不过塔吉克斯坦拒绝在有阿富汗总统飞机降落 因此贾尼与幕僚转飞往阿曼 消显示也直言阿曼政府一定会否认 根据美联社18日最新报道 贾尼已逃往阿联酋 而该国外交部也已经证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已接受阿富汗总统贾尼及其家人入境 但是否位于首都阿布达比官方没有多加说明 路透社此前报道 俄罗斯驻喀布尔大使馆发言人伊申科指出 在阿富汗政权即将崩塌的当下 最具有看头的特点就是贾尼逃离阿富汗的方法 他声称四辆车都载满了钱 他们还企图把另一部分的钞票塞进一架直升机里 但空间有限 有些钱因此遗留在停机坪上 针对总统贾尼选择出逃 阿富汗国防部长莫汉莫迪18日在推特上表示 贾尼拿国家做交易 出卖国家的人应该受到惩罚 应该被拘留 文末hashtag还写到国际刑警组织拘留贾尼 据报道 以总统出逃形成鲜明对比 副总统萨利赫选择留在阿富汗 驻守在政府军罪后的据点 并称自己永不投降 阿富汗驻塔吉斯坦大使馆18日 也将贾尼的肖像从墙上撤下 换上萨利赫的照片 并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 以窃取公共资金之罪名 拘捕贾尼及其助手 以尽快归还人民财产 美国前总统川普接受福斯电视台访问 讨论拜登撤出阿富汗的决定 导致塔利班重新上台 川普在受访中表示 拜登的做法会让习近平认为 美国很软弱 不再尊重美国的中共 恐让台湾发生不好的事情 美国前总统川普8月17日 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就阿富汗局势谴责现任总统拜登 让美国蒙羞 川普提及16日发生的 阿富汗人挤爆美军运输机的事件 称这一情景 让当年越南发生的一幕相形见处 川普在采访中说 我昨天看到了那架巨大的美军运输机 人们抓住飞机的一侧 试图飞离阿富汗 因为他们感到难以置信的恐惧 他们从2000英尺的高空坠落 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令美国丢脸的时刻 川普还说 当初决定进军中东 是美国历史上最错误的决定 浪费数亿美元 川普也辩护自己 与塔利班在2020年签订的协议 指责塔利班先违反协议 而他决定暂缓执行协议 但拜登却执意撤军 川普表示 自己早就知道阿富汗军队 无法对抗塔利班 也本来打算带走所有美军武器 但他也称自己从没相信过总统贾尼 对于拜登在阿富汗事件上的表现 川普认为 我甚至不认为他有在发号示令 美国民众需要的是受人尊敬的总统 川普说 美国最需要的是一个受到尊敬的总统 当中共看到撤军这一切 会很高兴并且嘲笑美国 主持人随后谈到台湾问题 说看到阿富汗撤军 他认为 中共入侵台湾时拜登不会帮忙 川普回答说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他与习近平有很好的关系 川普称 他也很强硬地告诉习近平 不要对台湾做任何事情 结果拜登上台之后 解放军军机不断入侵台湾领空 川普说 我认为会有坏事情发生到台湾上 因为中共不再尊重美国 不再尊重美国领导层 近日 中共媒体借着阿富汗局势趁机炒作 宣扬美国不可靠 劝台湾早点投降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17日重申对台承诺 称情况与阿富汗不同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已发现印度主力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 也就是印度版阿斯利康疫苗 COVID-SHALT出现假货 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也证实 市面上出现假疫苗的消息 据BBC报道 包括印度和非洲国家当局 已在7至8月间查获并且没收这些假疫苗 市委警告这对全球公卫构成严重威胁 并要求尽速将假货从全球的疫苗流通中清除 印度政府尚未对此事发表正式声明 不过卫生部已经着手调查此事 一位卫生官员对BBC表示 尽管他们有一个系统来预防这类事情发生 但随着事件的发展 他们现在唯一要确保的就是 避免印度人民接种到假疫苗 COVID-SHALT是阿斯利康疫苗的印度制造版 也是印度施打最广泛的疫苗 至今已经接种了4.86亿剂 印度血清研究所已透过世卫疫苗分享平台 向亚洲 非洲 南美等相对贫穷的国家 提供了COVID-SHALT疫苗 甚至印度总理莫迪为了疫苗外交 也向一些邻国提供了COVID-SHALT疫苗 报道未有提及这些分享的疫苗中是否存在假货 另据报道 美国近日查获3000多张来自中国的假疫苗接种卡 一些未接种疫苗的人试图凭借这种接种卡 进入酒吧 学校等公共场所 美媒称 美国政府对此也不禁哀叹 监查假冒的新冠疫苗接种卡 令美国海关与边境部门无暇履行其他重要职责 导致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面临巨大负担 好了 以上是本期《网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